加州选民11月3日即将对零工经济的未来进行投票 决定是否支持Uber及其盟友的投票提案 该提案将巩固基于应用程序的食品送货和乘车服务的司机 作为独立合同工而非雇员的地位 公司们将此次投票描述为 确保那些想要自行选择工作时间和方式的新一代员工享有灵活性的问题 反对者认为这些公司在剥削工人并避免支付与员工相关的成本 根据一项估算显示 这可能会给Uber和Lyft剩下超过3.92亿元的成本 Uber、Lyft、Doordash、Instacart和Postmates 已经为加州历史上最昂贵的投票活动投入了2.02亿元 其中一些公司威胁 如果在公投中输了就要在加州关闭服务 这项被称为第22号提案的措施 是这些应用程序公司对加州新法律的回应 该法律要求那些控制员工的工作方式的公司 将这些员工归为雇员而不是合同工 公司们认为这项法律并不适用于他们 因为他们是技术平台而不是雇佣实体 而且是司机们自己控制着他们的工作方式 公司们警告说 如果他们被迫支付包括最低工资、失业保险、医疗保健 和工人补偿金在内的福利 他们可能会削减80%的司机 将价格翻倍甚至离开加州 Uber、Lyft、Doordash、Instacart和Postmates 也已经在法庭上对新法律提出了质疑 但是至今为止 法官均提出异议 Uber和Lyft最近被驳回了上诉 如果他们在第22号提案的公投中失败 他们的选择范围将缩小 加州占Uber2019年全球乘车服务 和食品送货总预定量的9% 约合16.3亿元 占Lyft总乘车服务的16% 该提案将让零工继续以合同工的方式工作 并为他们提供比州法律更为适度的福利 包括宰客时的最低工资 医疗补助和事故保险 公司们赞助的调查发现 目前有超过70%的零工并不想成为雇员 但劳工组织质疑这些民意调查 称司机们的意见有很大分歧 加州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也有很大分歧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府研究学院 于10月26日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 有46%的选民将投票赞成该提案 42%的选民投票反对 其余的人未决定 该民意调查的抽样误差为两个百分点 最后他们的假设下 两个百分点 两个百分点 本集结架